第十课 说说迷信 第十课 说迷信 第十课 说迷信 套 梯子 油漆 冠 低 基督徒 象征 侵犯 难免 自讨苦吃 量 倒霉 家教 灾 惦记 预兆 破除 当真 专明 关公 犹大 耶稣 夏娃 亚当 伊甸园 基督教 圣经 课文 说说迷信 你隔多久就要算一次命 求一次签 如果瞎子的拐杖敲在你的小腿上 如果你的右眼皮不停地跳 如果乌鸦对着你叫了一声挖 你是不是就认为撞到了晦气 别担心 像你这样的人古今中外多得很 有一位人类学家认为 任何一种文化中都少不了迷信 可是到底有多少种迷信呢 德国有一部迷信大拳 达十多册 中国古代也有几百亿后的隶书 不相信急凶之说的人 认为里面所讲的全是迷信 体育界讲不出道理的迷信极多 例如赛马骑士认为 在出发前 马鞭失手落地是胸肇 西方的运动员在比赛前 普遍吐一口唾沫来讨吉祥 戏剧界的迷信也很多 比方说很多演员相信 在化妆室里吹口哨 是不吉利的 另外每次演关公戏 扮演关公角色的演员 一定要在后台烧香 否则就会出乱子 据说有一次没有照做 关公就在戏台上显灵 结果戏台上莫名其妙地失火 很多道具被烧毁 有了这次教训 很多剧团宁可在演出前 恭恭敬敬地给关公上香 有关数字的迷信 普天下都有 西方最富迷信色彩的数字是13 现在很多旅馆和办公大厦都没有第13层楼 有些航空公司没有第13号搬机 甚至没有第13排座位 12号之后是12号半 下面就是14号 13之所以不响 据说和基督教有一定的关系 在最后的晚餐上 犹大因为出卖耶稣而迟到 成为餐桌上的第13个人 如果13号偏偏又碰上星期五 那便更加不祥了 星期五之所以成为凶日 也跟基督教的圣经记载有关 据说夏娃偷吃苹果是在星期五 他和亚当被上帝赶出伊甸园 同样是在星期五 不但如此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也是在星期五 不过自从1937年以来 90次主要的空难之中 只有14次发生在星期五 而且没有一次是在13号 在中国 4因为和死邪因 也成为人们所忌讳的数字 尤其是在医院 很多人不愿意住在4号病房 或者是14号病房里 相反 8和9在中国则是大吉大利的数字 8在广东话里和发同音 因此有了发财的意思 而9则因为和9同音 也带上了天长地久的光环 但是在很多不信这一套的人看来 这都是迷信 许多西方人不肯从梯子下面走过 理由也很充分 也许梯子上正站着一位油漆工 当你走过时 说不定一罐油漆会正好倒在你头上 再说油漆工的刷子上 也会低下油漆来 不过这件事情之所以不吉利 据说是因为梯子靠着墙 形成三角 早期基督教把三角看成是永恒的象征 因此从三角下面走过就成了侵犯圣禁 难免会自讨苦吃 古代的中国人认为 在晾着女人的衣服下面走过 一定会倒霉 如果是儿童就长不高 所以假如妇女把衣服晾在行人经过的地方 就意味着她没有家教 有人相信左眼皮跳有财 右眼皮跳有灾 有人相信打喷嚏 是有人在背后提到她说她的坏话 而耳朵发热 则是有人在惦记自己 如果你晚上梦见蛇梦见水 那是发财的预兆 而如果你居然梦见掉了一颗牙齿 那就糟了 因为很可能你的一位亲人要去世 总之 我们差不多天天都会有迷信的思想和行动 筷子落地总有快乐吧 乌鸦叫了一声哗 别有什么倒霉的事吧 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 迷信很难破除 未来的事难以预料 有时候迷信可以给人们一点安慰 迷信的作用也就在这里 不可太当真 课文 说说迷信 已隔多久就要算一次命 求一次签 如果瞎子的拐杖敲在你的小腿上 如果你的右眼皮不停地跳 如果乌鸦对着你叫了一声挖 你是不是就认为撞到了晦气 别担心 像你这样的人古今中外多得很 有一位人类学家认为 任何一种文化中都少不了迷信 可是到底有多少种迷信呢 德国有一部迷信大拳 达十多册 中国古代也有几百亿后的隶书 不相信疾凶之说的人 认为里面所讲的全是迷信 体育界讲不出道理的迷信极多 例如赛马骑士认为 在出发前 马鞭失手落地 是凶肇 西方的运动员 在比赛前普遍吐一口唾沫 来讨吉祥 戏剧界的迷信也很多 比方说 很多演员相信 在化妆室里吹口哨 是不吉利的 另外 每次演关公戏 扮演关公角色的演员 一定要在后台烧香 否则就会出乱子 据说有一次没有照做 关公就在戏台上显灵 结果戏台上莫名其妙地失火 很多道具被烧毁 有了这次教训 很多剧团宁可在演出前 恭恭敬敬地给关公上香 有关数字的迷信 普天下都有 西方最富迷信色彩的数字是13 现在很多旅馆和办公大厦 都没有第13层楼 有些航空公司没有第13号班机 甚至没有第13排座位 12号之后是12号半 下面就是14号 13之所以不响 据说和基督教有一定的关系 在最后的晚餐上 犹大因为出卖耶稣而迟到 成为餐桌上的第13个人 如果13号偏偏又碰上星期五 那便更加不响了 星期五之所以成为凶日 也跟基督教的圣经记载有关 据说夏娃偷吃苹果是在星期五 他和亚当被上帝赶出伊甸园 同样是在星期五 不但如此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也是在星期五 不过自从1937年以来 九十次主要的空难之中 只有十四次发生在星期五 而且没有一次是在13号 在中国 四因为和死邪音 也成为人们所忌讳的数字 尤其是在医院 很多人不愿意住在四号病房 或者是十四号病房里 相反 八和九在中国则是大吉大利的数字 八在广东话里和发同音 因此有了发财的意思 而九则因为和九同音 也带上了天长地久的光环 但是在很多不信这一套的人看来 这都是迷信 许多西方人不肯从梯子下面走过 理由也很充分 也许梯子上正站着一位油漆工 当你走过时 说不定一罐油漆会正好倒在你头上 再说油漆工的刷子上 也会滴下油漆来 不过这件事情之所以不吉利 据说是因为梯子靠着墙形成三角 早期基督教把三角看成是永恒的象征 因此从三角下面走过就成了侵犯圣禁 难免会自讨苦吃 古代的中国人认为 在晾着女人的衣服下面走过 一定会倒霉 如果是儿童就长不高 所以假如妇女把衣服晾在行人经过的地方 就意味着她没有家教 有人相信左眼皮跳有财 右眼皮跳有灾 有人相信打喷嚏 是有人在背后提到她 说她的坏话 而耳朵发热 则是有人在惦记自己 如果你晚上梦见蛇梦见水 那是发财的预兆 而如果你居然梦见掉了一颗牙齿 那就糟了 因为很可能你的一位亲人要去世 总之我们差不多天天都会有迷信的思想和行动 筷子落地总有快乐吧 乌鸦叫了一声哗 别有什么倒霉的事吧 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 迷信很难破除 未来的事难以预料 有时候迷信可以给人们一点安慰 迷信的作用也就在这里 不可太当真 谢谢大家